做一個類似像這個進度狀態條 這個難度又更高了 那我大概把需要做哪些事情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假設按右鍵喔 我先做一個自訂 然後這個名稱也許叫Home 不過現在已經有個Home啦 所以我叫Home 也許叫Home 2是類的吧 再加上2 Enter一下 然後呢 這個caption改一下 叫下載進度 或者你不打沒關係 反正這個只是一個讓使用者知道一下 Enter 你會發現這邊有下載進度了 然後呢這個高度由你自己決定 你要多高多寬 拉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在這個上面 我們再增加一個那個 標籤 那不過理論上應該你點它 它會有工具箱 不過那個工具箱沒有出現 你可以點這邊工具箱 這個可以開關 假如你不小心關掉對不對 這邊可以打開 或者檢視裡面也有工具箱 然後我把那個什麼 標籤按下去 拖拉一個這個標籤 那這個標籤實際上就是將來我要讓它 下載一個就幫我拉寬一點 它預設是0啦 慢慢慢慢增加 所以呢我這邊的話呢 我需要把這個Label名稱也許叫PB Enter一下 那這個這個重點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上面這邊有畫面 Home有沒有PB 顏色是這一個 然後寬度是400 那你就盡量 反正就照著做好了 PB Back Color 在這裡 就是它底色的顏色 調色盤用紅色 但如果你不要叫紅色沒關係 你自己喜歡 這個上面有個標籤 把這個Label這個Delete掉 因為不需要 不然的話看起來怪怪有個Label1 寬度的部分的話呢 設為400 Enter一下 不過有些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一定要400 沒關係你將來可以改 但是這個數據 是根據程式裡面一樣的 然後把它稍微拉寬一點點 拉寬一點點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Label出現了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讓它啟動的時候 順便去跑那個進度 所以我需要呢 再來我已經有個表單之後的話 我需要呢 把它在這個我的Module裡面 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叫 插入一個程序名稱 叫啟動表單 或者叫其他名稱 都沒關係 因為我要把那個表單叫出來 所以我需要叫Home.show 那它就會show出來了 可是問題 如果Home.show裡面 假如沒有寫任何程式的話 它就只會怎麼樣 假設這個我先把它 先把它不執行 假設這裡面 預設是空的 我把這邊先註解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讓它 Home.show 執行起來 你會發現它會長這樣子 它不會跑 所以我要怎麼讓它跑呢 特別注意喔 關鍵來了喔 最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呢 當它被啟動的時候 它要去做一些 剛剛下載 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呢 下載 等於是剛剛那個sub 把它複字貼到這邊來 那剛剛寫的那個sub 貼到哪邊 特別是說 一請你在表單外面空白處點兩下 二的話呢 它預設是這個click 就是表單被點擊 事件驅動 表單就是一個 就是物件 驅動是當它被click 可是我不是click 我是當什麼呢 當這個表單被啟動 所以啟動會有一個事件名稱 叫activate 被啟動的時候呢 那我執行這裡面的這些事情 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我先把舊的 如果有舊的 我先刪掉 刪掉只剩一個嘛 然後再來呢 把那個pb pb還記得吧 pb指的就是這個 把這個怎麼樣呢 把它歸零 為什麼要歸零呢 因為它還沒跑嘛 所以先零啊 那它的屬性是什麼 v10指的是它的寬度 我們剛剛不是有把它的寬度設定為多少 這邊的這個v10 設定為400 那也就是它全部跑完是400 它完全沒下載就是0 0到400 那因為我要下載16個 所以呢 每下載一個就是 把400除以16嘛 就是每跑一次就一等份 跑一次就一等份 也一直在一推嘛 這樣就會有那個效果出現 所以呢 我的程式基本上 就是在這邊 把這個點兩下一下 for i 等於1到16 做什麼呢 就剛剛那個事情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並且怎麼樣呢 處一些 這一段 就這一段 然後當它下載這一個 就跑跑跑下一個 那可是我如果下載一個之後的話 我必須要怎麼樣 把這個pb的v10把它更新 那更新怎麼更新呢 就是它現在是從多少 從1開始 那我就更新一等份 1乘上呢 400除以16 就是我更新一等份嘛 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就更新2 i等於2的時候 就i乘上它的那個寬度 就是再更新一點 再更新一點 OK 所以喔 底下有一行叫做repaint repaint是讓它重畫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讓它重畫的話 它那個畫面不會更新 所以home表單點裡面 也叫repaint repaint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重新畫一下畫面喔 好 最後的話 跑完之後 就把這個home點 本來home點秀嘛 那因為它跑完之後 它就不需要啦 所以最後怎麼樣 需要把它關掉 關掉的話 有個home點high 就把它隱藏起來 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的話 因為這個東西 比較複雜 所以給各位參考 其實如果你會的話 以後呢 只要你需要讓使用的等待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個類似的東西 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會先怎麼樣 先呼叫那個 這個把它執行一下 它會先啟動之後 然後做什麼呢 啟動起來 那我就是把它做 刪除舊的工作表 把這些工作表全部都刪光光 原來的舊的 全部都把它刪掉 這個底下 全部把它刪掉 OK 然後呢再來怎麼樣 開始下載 那下載的話一樣 我們剛剛就是 就等於剛剛那個下載的部分 然後下載完了之後 欸 因為PB現在等於零 我把它第一行等於零 所以它已經下載一個 所以一一乘上它相處的結果的寬度 重新幫我改一下 你會發現它已經一個了 但是因為程式執行太快了 所以再把它repay一下 重新再畫一次 下一個 一時類推 所以它又下載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怎麼樣 再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 又再更新 所以更新就是二乘上它的 這個總共除的等分 所以又更新一個 有沒有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全部執行好了 關掉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 你在下載網頁的時候 可能會讓使用的等很久 或者你給你老闆用 這個到底有沒有下載是當掉了呢 還是下載完畢了呢 他不知道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增加一個進度狀態條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讓它感覺 已經在開始下載